您各位好啊 我是昆仑刘石 上次啊 咱们聊了聊着青啸灵石像生的神兽们 今天呢 咱们再看看这里的文臣和武将 武士勇啊 一共是三祖 六尊 我们走进去看一下 团龙铠甲 背着叛甲韬 全是龙蚊 这个内罩的战袍 全是龙蚊 外边是这个 看样子不是硬甲 应该是软甲 这是硬甲 这应该是锁子甲 是硬甲 这应该是软甲 是清代的那种甲 顶盔 肩宽背后肚大腰圆 一手插腰 一手扶配刀 青春啊 还是武士 还是没有配件 还不是这种配刀 甲咒下边的这个 这个 帘把这辫子盖住了 辫子是藏在甲子里边的 还耍了 山 龙蚊 这右手有带班纸 右手带班纸 有很多啊 这个描写古代打仗的 这个电影电视剧 虽然我看的不多 但是确实也有 这班纸啊 带在左手上 持工手啊 左手持工手 右手搭前手 他们给观众还有解释 他们说这个 剑呢 擦过这个扳子的时候啊 然后就不会 剑雨 不会割伤手 实际上这不胡了天了吗 这戴个皮套就行 这扳子是干嘛的 这戴弓弦用的 中国人跟西方人的射箭方法不一样 中国人的射箭方法是 拇指高弓弦 西方人是三指大弓弦 也就是说中国人射箭 比这个西方人射箭速度要快 西方人射箭 比中国人射的这个弓弓弦 要有力量 要准确度高一点 也就是我们的适合 骑兵作战 这个 这个西方人呢 他们适合弓尖斩 同样带着 大扳着 就是这样 扳着带在这 勾住弓弦 然后握住弓弦 握住这个拇指 把弓弦带 如果用一根手指来拉弓弦的话 那对手指的伤害是非常大的 西方人用三个手指 搭弓弦 他也是要带护纸 就是专门的这个 弓手还是要带护纸的 但是啊 我 我也射箭 平时我也射箭 我也打美列 然后呢 我认为 我认为 这个不带护纸的时候 射的是最准的 但是只能像我吧 你看我拉五十多 放着弓 我就射个三五箭 就差不多了 就还没有力量再拉开他 这个 文臣还 他这个清早期的这个 穿着都是 潮服 长服 他不像后代的 你像 景陵啊 什么玉陵啊 那些石像生 当然那些都是 乾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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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潮扫的 那些石像生穿的 都是吉服 也就是说 这些石像生穿的是 工作服 正常上班时候穿的衣服 而且戴的都是 都是那个 冬天戴的帽 都是一看都是 不是凉帽 是棉帽 他们穿的衣服 都是 上班时候穿的 然后呢 在玉陵嘛 那些石像生嘛 都是礼服 就是 出席这个 庆典啊 国家有祭祀啊 都是那时候 那时候这个 穿的衣服 这个 早期 当入官的时候的 清朝人的这个辫子 铜前顶 鼠尾辫 说的就是这种 而且啊 最早啊 我对这些 文臣的石像生 很有感情呢 就是 朋友啊 在很久以前 他得到了一副 这个 绸珠 然后呢 数了数呢 珠子是不缺 但是它是散的 没人会穿 没人会穿 像这些 顶珠肩珠 技术器的这种穿法啊 没人知道 然后呢 我呢 就来这个 东陵 看这个 文臣的这个 潮珠 潮褂是怎么穿的 然后 很有启发呀 转到背后看看 很有启发 你看这背鱼 然后这种呢 就是这种 像这种 像这种 这种 这种这个绳边 这种绳边就只能是 找文献 啊 就可以了 但是大概的造型 还是在这儿 看到的 得到灵感 然后 当年就拍了照片 很多的时候呢 就是一没有灵感了 就拿出这些照片来看 古人是怎么穿这些柱子 怎么搭配起来 漂亮 但是有一点啊 我们后来 现在我们都讲了一根绳 一根绳把它穿起来 那些垂下的那种垂碎流苏啊 也都是一根绳垂下来 那古人不一样 古人刚才就我们看 我们看那些滔子 实际上那些后边垂的那些滔子 它是缝上的 那些滔子是缝上的 我我我认识一个 当年在潘内园 然后专门编滔子 这么一大姐 他给我讲的这方面的东西 都挺多的 他说 无论你看 无论是宝刀上这些 这宝刀上这 这种靠 也是中国结 也是中国结 这些滔子都是缝上的 很多都是缝上的 那不是一根 不像现在 我们穿那种垂碎啊 地子猪啊 全是一根绳下来 它不是 它那很多地都是缝上 这是 它跟过去的这个绳子呀 它跟这个穿的这个绳有关系 实际上这也不是 这种滔子它也不是 它也不是原绳 这可能刻画的是原 实际上它是扁的 扁的滔子 它并不是原绳 这清孝灵的石像生啊 我就算带您溜完了 您要是喜欢我的视频呢 就请您关注 点赞并转发 您的支持 是我能持续给您讲故事的唯一动力 谢谢您的观看 再见